新北板桥监雲寺超过百年的主寺观音佛祖 今天首度举行绕境活动 可以看到新北市长侯友宜和民进党秘书长林又昌 一见面就握手寒暄 两人更是一起将神明请出神龛 带您离开了关心 好的可以看到一人一手两人齐力将神明请出来 而这次的活动将有超过20间寺庙和100多个镇头共襄圣举 声势浩大 带您听听市长怎么说 去廟电机已经一百十年 这几年来我在身边是活务 每年我一定要能来接受拜祭 我们地方上非常重要的信仰的中心 那我跟主委还有我们赖常见 都是多年的好朋友 那今天也特别是奉我们赖主席赖总统之命 来这个赠与赠扁 苏桥会他也是我们新北市的立委 所以我想来参加地方的活动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不需要多做联想 不过就在会前民进党立委苏桥会突然离开现场 根据了解是前往出席其他活动 是否是因为和林又昌都被视作2026新北市长热门人选呢 林又昌则再三强调不要多做联想 今天来主要是替总统赖清德赠扁祝福